我要先重复一下 安息是什么 安息在圣经里面 安息是上帝创造工作的结束 所以安息 因此如果各位你需要有安息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安息 如果我们需要有安息 我们需要相信 神把一切的工都做好 创世纪第二章 讲到神做工做完了 有这个含义 其实很幽默的 好像在讲到说 上帝在前六天创造 很辛苦累坏了 到第七天的时候 他给自己一个国定假日 一立一休就休假了 然后休假不做工的时候 他非常的爽 于是就把这一天定做国定假日 这一天是圣日 那么就休息了 就是安息日的来源 或者安息的来源是 上帝把创造的工作做完了 有安息 我们要安息 是因为我们的主 把工作都做完了 而且做得很好 所以上帝特别把这一天赐福 就是这一天是国定假日 大家都要跟他一样 很高兴的安息 而且这个安息 请注意 第七天腰化安息了 没有讲第八天 他又去上班了 他的第七天安息 应该是一个永恒的安息 安息 安息 我再说一次 是建立在上帝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 我们可以休息 我们大家都可以休息 上帝不再做工了 他的工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休息 基本上好像是个观念 但是你也知道 圣经上耶稣也讲过 我父做事到如今 我也做工 神是做工的神 神也是安息的神 这两个矛盾的观念 我们都需要有 神是做工的神 每个人都会讲 如果你们以后念神学 我在念神学的时候 很多神学家都喜欢写 喜欢说一个观念 God who acts 工作的神 神是一个做事的神 神不是一个禁止不动的神 但是在传统神学里面 包括神是安息了 也需要记得 我就在这里说一下 神是做事的神 告诉我们 神很有经历 不断在做事 不断在维系这个世界 管理这个世界 审判这个世界 拯救这个世界 神非常积极在工作 这一点我们都有这个观念 但神安息是什么意思 现在的神医学家很少讲 可是很重要 神安息的意思是 神是不改变的 愿弟兄姐妹都记得这一点 我们人会改变 我们人会变心 上帝对我们的爱 永不改变 所以安息跟工作 在神那里 讲安息 讲他是不改变的 讲工作 讲他是充满活力 那对我们人而言 建立在神 做了一切的事情之上 我们就会有一个情形 就是我们有信心 我们仍然做事 我们也有安息 我们做事 因为我们从神那里 得力量 所以这位 又真又活的神 给我们力量 而我们也有安息 因为我们相信 神把一切的事情 都做好了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 你有一个观念 希望所有的同工 包括我们 我们有一个观念 我们有那种信心 我们相信 一切的事 包括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永远到永远 所有的事 神都做好了 不要担心 神都做好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人不是在永恒 中生活 我们是在时间中生活的 我们希望靠着上帝 我们也有休息 也有工作 我们一方面相信 神把一切的事 都做好了 一方面 我们又知道 我们是人 很多的事 对我们来讲 每一件事 对我们来讲 都还有变化 举例子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这样 包括你考学校 你考试 你教男朋友 你教女朋友 你需要有一个信念 就是神都为你预备好一切 不要说为你预备好一切 你儿子 你女儿 你儿子女儿 你还没影子来 你儿子女儿的婚姻 家庭 学校 神也预备好 你说有这么过分 不只是这样 你的孙子 他也预备好了 你的坟墓在哪 他都预备好了 神在每件事上 有永恒的预备 各位你们也看得出来 我今天 我以后讲到 会越来越艰难 一方面 巴金森影响我 另外一方面 气喘也影响我 身体是不舒服 是会艰难 我能够想到什么 我想到的 旧人来讲 当然是 有一天我会离开信友堂 有一天会完全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天会死 那么是悲哀的 是悲观的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我相信神在这一切事上 不只是对我 对我们每个人 都有美好永恒 绝不改变的 预备和计划 希望你认识这一点 这是诗篇里面 一句话 不知道是不是139篇 你所定的日子 我还没有度一日 你已经写在你的册上 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感恩 因为神为他所爱的人 有永恒 不改变美好的计划 有这个计划 就我们人来看 我们的婚姻出过问题 也会继续出问题 我们的身体出过问题 也会继续出问题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每个人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你会越来越悲观的 因为有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避免 有两件事 没有办法避免 两件事是一件事 各位姐妹 第一个 你一定会老 这没有办法避免的事 我们会老 各位弟兄 你会死 没有办法避免 这两件事是一件事 连耶稣都会 不要说别人了 我们会老 会死 我也不知道 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如果你敏感 应该也有这样的体会 你会慢慢被人取代 年轻很快就过去 新鲜很快就过去 很快我们衰老 很快我们就是老臭肉 不是小鲜肉 所以人活着是会悲哀的 没有办法避免 你我都是 我们面临死亡和老化 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 这一点就是每个基督徒 如果要得到安息 一定需要的 就是我们肉体一天天的朽坏 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 不只是我们肉体一天天朽坏 我不知道现在校园的气氛怎么样 我觉得全世界都越来越悲观 这个宇宙 文化 人类 是不是一天一天在衰老 是不是一天一天在decay 中国现在的气势很大 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中国的新的崛起 要取代很多国家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所有的文明都会慢慢衰老 衰老以后被新的文明取代 新的文明会继续衰老 应该没有例外 美国人一直都有这种想法 叫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美国例外论 其他的国家会慢慢衰败 美国不会 这实在是很幼稚的话 各位 再说一次 个人 团体 文化 都会逐渐衰败 朽坏 甚至包括 有形的教会 包括信友堂 我不知道信友堂 现在是在增长的过程 还是在过了山坡 往底下走 我不晓得 也不必为这个悲哀 我们需要的再一次 希望你知道 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他给我们永生 肉体朽坏 内心更新 那么这就讲到 我们今天讲到的 进入安息 我们从希伯来书 第三章第七节看起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 视我叹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四十年之久 第七节一开始 这个说话的人 有一点重要 希伯来书的写法 有点重要 这句话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是诗篇九十篇的话 这篇话 是耶和华是神说的 在圣经里 在圣经里 极少地方 可以说差不多 直接称圣灵是神 这里是一个地方 圣灵有话说 所以你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 你在看到 耶和华三个字的时候 不要以为耶和华 只是指着圣父 也可以指着圣子或圣灵 或者圣父圣子 或者圣子圣灵 或者圣灵圣父 圣灵有话说 他在这里 为什么不说 神有话说 主有话说 说圣灵有话说 因为当每次 讲到圣灵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 这件事超越时空 进入人的心 圣灵在当年说话 今天也说话 说什么 你今天要听他的话 什么叫今天要听他的话 你在整个 希伯来书三章四章里 他这句话重复了好多次 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 你看第七节 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 然后到第十五节 又说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 然后到后面 第四章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以及第七节 他又重复 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 我们这里做老师的很多 在三分钟之内 一句话重复三次 重复四次 重复五次 很啰嗦 在这里 他一直在重复 你们今天要听他的话 请问这个今天是哪一天 你们今天要听他的话 今天是 西元前多少年 几月几号 今天要听他的话 今天要听他的话 今天是哪一天 今天 我信上帝 信历史上发生一些事情 非常的重要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可能是三个 上帝创造世界 这是历史的事实 上帝的儿子成为肉身 这是历史的事实 上帝儿子死了复活 这是历史的事实 但不只是我们信的是历史 我们信的也是未来 将来必从那里 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们信的也是将来的事 这是盼望 但是我们信的 同样很重要 是现在的事 约翰福音记得有一次 玛利亚吃了一个很大的苦头 玛利亚可能是 婚礼 婚宴里面的总招 或者是总务 婚宴发生一件很尴尬的事 久没有了 于是玛利亚 在久没有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就去找耶稣 很客气地找他这个儿子 而啊 他们没有久 意思应该是 想个办法吧 因为这个儿子不同反响 是同女怀孕生的 当然不同反响 请他帮个忙 各位 你妈妈请你帮个忙 比如说洗个碗 比如说倒个垃圾 你会说什么 我告诉你 耶稣说什么 妈妈请他帮忙 他说 妇人 你这个女人 你叫我去倒垃圾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现在先要把这手机给你玩完 我现在倒垃圾的时候还没到 我还漏了一句话 妇人 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没有到 你妈妈要你倒垃圾 你说你这个女人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倒垃圾的时候没有到 一个儿子 恐怕讲出 对妈妈最不礼貌的话 莫非这三句话 他没有叫他母亲 他说妇人 第二个 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你妈妈听到一个耳光打下来了 我跟你什么相干 老娘生你的 耶稣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那么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耶稣做事的时候 当耶稣对妈妈说 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当耶稣对我们说 当我们有很多需要 求主帮助 求主怜悯恩待解决问题 耶稣不解决问题 耶稣不叫我的儿 耶稣说你这个男人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受伤怎么办 我们要赶快问 那你什么时候来帮我做事 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 什么时候他的时候到 各位答案就是 现在 今天 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 耶稣在那里跟玛利亚的对话 告诉我们一件事 即使是怀耶稣 生耶稣 耶稣的血肉都来自那个人 即使是耶稣跟玛利亚 也丝毫没有关系 人要耶稣替他做事 人要跟耶稣有关系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凭着信心 玛利亚对耶稣有信心 包括三十年前怀他的时候 受那么大的苦 他对上帝的使者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造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三十年后 这个儿子伤他 这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 这个儿子伤他 妇人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的时候没有到 他的回应 非常有信心 他跟所有的仆人说 他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这就叫做信心 他没有打耶稣一个耳光 他没有大哭 他信靠 你不会做 你是我的儿 但是 somehow 我不知道亚玛利亚 什么时候察觉到 他是上帝的儿子 但他有信心 所以注意这句话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不要说我过去信耶稣 不要说我将来信耶稣 不要说我考试 考完了信耶稣 甚至不要说 我过去很虔诚地信过耶稣 就好了 过去就过去 重要的是 今天也就是现在 约翰华对这些人说的话 也是对我们说 你今天要听他的话 今天不要心意 不要像在旷野惹他发怒 试探神的时候一样 每一个时代 以色列人都是惹上帝愤怒 所以到最后 第十节 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这是圣经里一个很奇怪的描述 耶和华要把以色列人 带到牛奶与蜜之地 牛奶与蜜之地 耶和华在那个地方 西伯来书有好多的形容 那个地方 我们今天叫迦南地 或者说今天可能很少叫它迦南地 在媒体上多半叫它巴勒斯坦 那块地 那块地 跟圣经的一个很少的描述 刚好相反 巴勒斯坦那块地 照西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描述 那块地的意思 那块地的称呼是 上帝睡觉的地方 就是我的安息 那块地有的地方叫 牛奶与蜜之地 有的时候叫迦南地 叫迦南美地 只有在这里 圣经上说 那个地方叫我的安息 他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也就是进入迦南地 是进入安息 迦南地成为一个形容 这个形容是 我们可以得到安息 我也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了不了解 有没有经验 安息 我不知道安息 要怎么来翻译最清楚 你们的 你们上面的写的是 rest 休息 有这个意思 不过可能要多几个英文字 安息跟平安 跟和好 跟peace 跟shalom 跟reconciliation 都有关系 安息是 人认识上帝以后 知道上帝的赦免和恩典 跟上帝 友好的一个结果 各位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敏感的人 或者说 我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容易紧张 我容易害怕 我容易受到惊吓 而我受到惊吓 到今天 有的时候 几十年了 都不容易摆脱 你们问康师母就知道 我到今天 还是常常会做噩梦 我会梦见 我小的时候 很害怕的一件事 小的时候 有小偷到我们家来 我听到它 敲碎了我们的玻璃 听到它进来 听到它开门 我到今天 还常常做这个噩梦 我小的时候 被一只狼狗 扑上来 没有咬我 扑上来一下 我到今天 会做这个噩梦 梦见有狗在追我 有的人像康师母 非常健康 不容易被伤害到 不容易身上留疤痕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我非常需要 在主里面有安息 我非常需要 有一种平安 不会害怕 不会紧张 不会多疑多虑 现在有一件麻烦的事 各位我不知道你平安不平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息 我不知道最重要 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不好 我不知道 那么我猜我们当中 很多人不容易好 就像我刚刚讲的 有人跟我讲 康牧师 信耶稣怎么信得这么辛苦 信耶稣好辛苦 当我们觉得信耶稣很辛苦 需要得到安息的时候 我们的主耶稣 在怒中发怒说 你们不能进入安息 为什么不能进入安息 因为你们没有安息 我换一个角度讲 我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以前考大学 或者是重要考试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劝我们一句话 进考场之前都会劝一句 这句话听了我就火 不要紧张啊 怎么能不紧张吗 这件事这么重要 怎么能不紧张 不要紧张 另外 还有一个类似的话 我得过失眠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当你睡觉的时候 不要焦虑啊 放轻松一点就睡着了 结果我就一直为了 啊 轻松一点 手要怎么放 脚要怎么放 轻松一点 就在床上翻翻翻 单单要放头 放在哪里最好 就翻 越来越焦虑 不要紧张 越讲越紧张 放轻松一点 越放越不轻松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在过红海的时候 在埃及的时候 圣经都有形容他们悖逆 各位我站在你这边 就是说 我们要信靠神 我们要相信神的带领 我们就能进入安息 可是我们办不到啊 功课 人际关系 对不起了各位 以后你结婚了 每次婚礼都那么美好 婚礼完了 怎么都那么不美好 每个人都走这条路 我希望你们的婚姻 非常幸福 也的确可以幸福 但都要经过很多的艰难 让我们很痛苦 整个第三章 第四章就说 你们不能进入安息 因为你们不够安息 你们在旷野的时候 一天到晚抱怨 抱怨上帝的带领 所以我不给你们进入安息 各位 你觉得以色列很坏吗 圣经责备他们 没有信心 他们惹上帝的愤怒 然后 在十二节 作者就说 你们不要跟你们祖先一样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然后你看 再一次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每天都不要硬着心 每天都不要惹耶稣发怒 每天都要听他的话 他怕你不知道 他就说 那些人是谁 这些惹耶稣发怒的人是谁 十六节 那时听见他的话 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是厌烦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 尸首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启示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各位 有一群人 以色列人 就我们刚刚举行圣餐的时候 我们提到的 这群人可能是 人类少有的幸运之辈 这群人 他们父母做了四百年的奴隶 到他们的时候被救出去了 他们看到了十个灾 神机 他们看到了红海的分开 神机 他们在旷野 吃了马拿 神机 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 照圣经上讲 有一个跟着他们的磐石 好像一个巨大的自来水龙头一样 到时候就流出水来给他们喝 神机 大概没有哪一个世代的人 像这群人 有四十年天天看到神机 经历上帝跟他们讲话 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 这些人 这些人出埃及 过红海 在西乃山底下 看到神的雷电 跟神立约 可是最后 这大概有两三百万人 成年男子有六十万 成年男子六十万 进到安息 进到迦南地的 只有两个人 得救的人 经历上帝恩典的人很多 最后进入安息的是 六十万分之二 为什么其他人都惹上帝的愤怒 没有信心 他们没有信心 他们发怨言 他们抱怨 他们走旷野路 他们觉得辛苦 他们拜偶像 他们怀疑 很坏 但是 我们在想 他们抱怨 他们觉得 神 让他们走的路 太辛苦了 吃玛拿 也太辛苦了 他们吃了四十年的玛拿 各位 我觉得他们 太伟大了 你星期一吃粽子 星期二吃粽子 星期三吃粽子 一个礼拜都吃粽子 一个月都吃粽子 一年都吃粽子 一辈子 四十年都吃粽子 你吃得了吗 以色列人在旷野 吃玛拿 每天吃一样东西 这鸟里 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 很辛苦 走那些路也很辛苦 各位 我们的生活真的很辛苦 上帝是不是对不起我们 这就求主帮助我们了 整个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信心 基督有快乐的时候 基督有辛苦的时候 不管快乐或辛苦的时候 愿上帝的话感动你 上帝的话要感动你 需要圣灵感动你 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的信心怎么样 如果我想都跟我一样吧 我们都差不多吧 有的时候起 有的时候服 有的时候起越起越厉害 起到有一天 可能就跟康强康健一样 要做传道人 感谢主 不一定要做传道人 但是就是很感动 愿意服事 但也可能掉掉掉掉掉掉 掉到一个地步 不信了 各位我没有骗你 如果神不保守我 我也不知道 我还会信到哪一天 我也不知道 我会不会继续有安息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疾病 在痛苦 在求主帮助 而好像神没有听祷告当中 就拒绝了 我没有看沉默那个电影 不过我看过那个书 不必要沉默那么痛苦的事情 当你在生活中 常常受打击 拼命向神求 而听到的反应 不是你想要的 我们常常就信不下去 不管是牧师或其他的人 福音传给每个时代的人 但是我们觉得 实在有的时候太辛苦 神并不是不知道我们辛苦 神说的常常很残酷 你看第四章第一节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 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 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 本来他讲说 我们得到了上帝 给我们的应许 各位你的女朋友 你的男朋友 跟你说 Darling I promise I love you forever 各位你跟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说 或者你听到了 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 或者你的老板 给你一个很好的 Promise 应许 我一定会把 助教的工作给你 我一定会替你 写好的推荐信 我一定会怎么样 怎么样 我们得到了一个Promise 有人应许 我们应该很高兴 作者说 你得到了应许 你要很恐惧 这很奇怪 因为如果这个 很好的应许 我们不能够 急得上的时候 就麻烦了 我说了这么多 就是 从我们的肉体来讲 从我们的理智来讲 各位你要抱怨上帝 你要不想上帝 你不想信上帝 都完全说得通 我常常讲 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讲 我可以同情他 讲最简单的嘛 我们的上帝 看不到 摸不到 闻不到 听不到 所有五官都用不到 上帝的身上 所以 我的答案是 我的结论是 我们当中任何人 信耶稣 信上帝 你要知道 那是神很大的恩典 我也常常觉得 好稀奇 这个神 摸不到 看不到 听不到 五官所有的 都用不在他身上 我们却信他 我喜欢的那一节经文 彼得说的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没有见过他 其实也包括 没有听过他讲话 没有摸过他 就是五官的触觉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 谁不得见他 却因信他 就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悦 各位 恭喜你们 如果你们真的信耶稣 那是上帝很大的恩典 因为要信他 没有恩典 实在很难 但是圣经也提醒我们 我们在这恩典下 有责任 我也是始终都会听到 最近听到 过去听到 我指望将来也会听到 康老师 我实在信不下去 我实在走不下去 你怎么还要拉着我走呢 各位你们的辅导 在拉着你走吗 你实在不想再走下去 用英文讲 C.S. Lewis讲 有的时候我们在 kick and scream 又踢 像小孩子一样 又踢又闹 我们不想再走 事实上就有个弟兄跟我讲 我不想再信下去 为什么还要拉着我 我说 如果现在房间里失火 你跑不动 你不想走 我怎么样要拉着你 要不然地狱的火就烧过来 各位求主帮助 我们有人走不动 我们中间有人似乎赶不上 不愿意继续跟随主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有信心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玛利亚有困难 玛利亚婉转地对他儿子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给他一个最无情的回应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玛利亚有一个最好的反应 我们是基督徒 不尊重玛利亚 我从来也没有对玛利亚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圣经上的确称她是 蒙大恩的女子 你大概知道 你也许不知道 玛利亚在Engage 跟约瑟Engage的时候 也就是上帝指派她 要怀孕生子的时候 可能只是一个 十四五岁的女生 年纪很小 一个那么小的小女孩 她居然能够说一句话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她一生都为主受很多的苦 感谢主 所听见的对她有意 因为她有信心 愿我们都有信心 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知道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美好的 是给我们平安的 是给我们安息的 让我们能够进入安息 因为你知道 神 全能的神 爱你 保护你 她创造了世界 她把一切都做好了 你还没有精力 她就创造好了 她歇了她的功 她永不改变 叫你有安息 不要惹她的愤怒 惹到一个地步 她发脾气说 他们断不可 进入我的安息 不能进去 就是没有信心 有信心就能进去 我始终喜欢讲 让我们要有信心 求圣灵给我们信心 使神的话 在我们里面 成为真实的 使我们天天听 天天信 环境和感觉 让我们信不下去 环境和感觉 让我们心都烈了 心都碎了 环境和感觉 让我们吃力 但是上帝的话 带领我们 让我们知道 神为我们做好了 一切的事 我们可以放心 我们可以安心 我们仍然有焦虑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仍然要用 很多的体力 心力来 扛起上帝 给我们沉重的十字架 但是我们有信心 我们知道 神把一切的功 都做好了 求主让我们相信 神的话 神的话 安慰鼓励你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求主帮助 看环境 凭感觉 我们实在 不能有平安 我们实在 不能有安心 我们实在 没有办法放心 我们实在 也不知道 我们跟你 和好到什么程度 但是求圣灵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知道 你爱我们 你把一切的事 都做好了 你付了代价 让我们跟你和好 被拯救 求主帮助 求主恩代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实在